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驼峰之间搭着一个寿面驼囊 以及干粱袋 瓶壶等物品 这件形象生动的唐三彩斯明骆驼 是如何被发现的 1981年4月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的一家啤酒厂要修建新厂 厂指就选在了洛阳市南部的龙门山 这里场地宽阔 山清水秀 一天人们正在对一处山地进行爆破施工 发现其中有一炮声音闷响 这闷响的炮声一定有问题 工人们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 人们惊奇地发现 爆破处竟然出现了一个洞 大家小心翼翼地进入洞内 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墓 当地文物部门得到报告后 立即组织专业人员 对这座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 从这座古墓中 共出土文物129件 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唐三彩器物 唐三彩是盛行于中国唐代的一种低温幼陶器 多用于殉藏 它以黄绿白三色为主 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以造型生动逼真 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洛阳龙门山墓葬 随葬的唐三彩器大中小都有 大的高达1.1米以上 小的即有几厘米高 包括文立蛹 天王蛹 镇木兽 马 骆驼 千马蛹 千驼蛹 以及骑马蛹等 这批三彩器胎质溉柏 质地坚硬 忧色艷丽 体现了较高的稍制水平 堪称唐三彩的上乘之作 其中 唐三彩黑幼马 是洛阳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马高73厘米 飘维体状 造型雄健有力 还有这件唐三彩斯明骆驼 制作精美 保存完好 它身形强健 神情艰巨 仿佛刚从沃兹直身而起 仰天长丝 即将踏上遥远的征途 骆驼是沙漠里重要的交通工具 有沙漠之舟的美誉 那地处中原的唐代墓葬中 为什么会随葬三彩斯明骆驼呢 这座墓葬的主人又是谁呢 古墓的墓室里有一份实质的墓制 通过这块墓制 人们知道这座墓的主人 是唐朝的丁远将军安仆及其夫人 据史料记载 在中国唐朝时期 西北边疆地区经常受到突厥人的侵扰 这成为唐朝政府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 公元630年 唐朝统治者发动了平定突厥的战争 当时唐朝的西北边疆有一个邻国 名为安国又被称为安息国 正处于突厥人的统治之下 每年都要向突厥纳贡 安国有一个部落首领叫细利 他英勇善战体恤百姓 很受将士们的爱戴 由于细利不满突厥人对安国的残暴统治 便率领自己的部落归顺了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赤峰细利为定远将军 官阶为吴贫 安仆是细利的儿子 他从小习文练武 继承了父亲的勇敢和果断 长大后与父亲一样成为一方名将 颇受唐朝统治者的赏识 细利去世之后 安仆便承袭了父亲的封号 成为定远将军 在担任定远将军时 安仆骁勇善战 率领军队纵横大漠 为保卫唐朝的边疆浴血奋战 立下了汉马功劳 成为唐朝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将军 史书记载安仆以一荡千 独扫风飞之众 也就是说 他一个人就能够抵抗众多敌人 公元664年 安仆去世 被葬在唐朝的都城长安 也就是今天中国的陕西省西安市 四十年后 安仆的妻子和氏在洛阳定市 他们的儿子安金藏 便把父亲的尸骨迁到洛阳与母亲合葬 建造了安仆夫妇墓 安金藏是安仆夫妇唯一的儿子 安仆死后 安金藏没有能够继承父亲定远将军的封号 只是在洛阳宫中任职 据史书记载 安仆夫妇墓时 特意在墓旁盖了间草房 亲自造石坟石塔 日夜不停 安仆夫妇墓 位于洛阳南部的龙门山北路 坐南朝北 规模较大 整座墓葬呈铺字形 由墓道 墓门 永道和墓室四部分构成 墓门为青石结构 上面布满精美的线刻图案 门上有两个浮雕门栗 安仆夫妇墓中比较有特点的随葬品 当属唐三采斯明骆驼和千驼永 唐代史丝绸之路贸易繁荣 在丝绸之路上运载货物的旧有骆驼 骆驼很适于在干旱的戈壁沙漠里生存 唐朝境内经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因此在唐代的墓葬中 时常会随葬三采骆驼 这件唐三采骆驼永表现的是 胡人牵着骆驼时的情景 胡人一词在唐代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 他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 对西域各民族以及中亚西亚地区人的统称 牵骆驼和牵马的雍都是胡雍 都是高鼻深目大胡子的胡人的形象 这些人呢 这些骆驼呢都是从西域过来的 沿着丝绸之路 他们牵着骆驼驼驼着沉重的货物到中原地区来贸易 当时有不少胡人来到唐朝后 完全融入了中原地区的生活 他们同当地人一样 娶妻生子 做官经商 安仆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也体现出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 以及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风貌 从安仆夫妇妇出土的129件文物中 有一枚金币格外引人注目 它是在安仆尸骨的右手处被发现的 经过专家鉴定 这是一枚欧洲东罗马帝国铸造的金币 铸造年代为公元602年到610年之间 那么这枚东罗马金币 怎么会出现在安仆夫妇的墓葬中呢 这枚金币呈不规则的圆形 直径2.2厘米 重4.3克 正面为一个戴王冠留长须的半身男子巷 两侧有十字架 金币的背面为长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 她右手持长柄勾撞器 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体 专家们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 这枚东罗马金币的出现 应该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 在唐代洛阳城定顶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人们发现了许多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的重要遗存 定顶门是洛阳城南北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 2007年在定顶门前广场下方 考古人员发现了唐代的路面 路面上有清晰的人脚印 车折印 以及骆驼提印 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的洛阳城里 驼铃声 推车声 交杂着胡人的叫卖声 该是何等的热闹 说明当时思路贸易之防盛 唐代的洛阳与长安并称为东西两京 当时东都洛阳经济繁荣 唐高宗和武则天先后在这里执政 国家中央机构 以及王公大臣富商巨谷的住宅 大都云集于此 隋唐洛阳城遗址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区及近郊 地跨洛阳两岸 南队一雀 北一盲山 洛阳断川期间 城市的核心区工程 位于西北高亢之地 工程中核心区域是天堂和明堂 是皇帝处理朝政和居住的场所 定顶门大街又称天街 是连接工程正门和锅程正南门定顶门的遇到 南北总长三千米 最宽处达一百四十六米 沿街两侧多为达官贵人的宅邸 定远将军安仆生前居住于洛阳的崇善方 安仆夫夫妇墓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 由商人从欧洲带到唐朝的 安仆生前非常喜欢这枚金币 他死后金币也被当作随葬品 洛阳一带古墓众多 自古就成为盗墓贼垂涎的墓标 这里发现的大部分古墓都曾被盗 安仆夫妇墓是为数不多的一座 保存完整的古墓 因此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这座墓中出土的种类繁多的唐三彩器 以及造型独特的东罗马金币 为人们了解唐朝的政治 经济 文化 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87年 当地政府在洛阳北郊的盲山上 建立一座古墓博物馆 就是现在的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洛阳境内的几十座古墓 被整体搬迁到这里 其中就包括安仆夫妇墓 如今 每当人们参观这座墓葬时 总会想起一千多年前 那位为大唐立下汉马功劳的胡仁将军 长征途中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追击与层层封锁 中央红军如何与敌人斗志斗勇 浴血奋战 成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国宝档案带您踏上红军长征之路 讲述红军突围血战湘江的历史往事